各位你好,我是Lidia 今天和大家分享做自己的医生 中医危可下老师,她的九大健康标准 今天我们就讲一觉到天亮 健康的人一般会一睡觉睡到天亮 中间是不会起床的 除非生活中发生了这些特别的事 令到你暂时很难入睡 如果晚上喝太多水,夜里可能会小便 但小便完之后应该可以继续睡觉 你夜里发梦,但醒来不会梦魂牵绕,难以忘怀 你睡醒应该感到精神振奋 温身充满精力,对新的一日充满了响望 这个就是心气平衡的表现 那些睡眠有问题的人都是神病了 或者是心神不交,或者是胃中不和 或者是肝火尚炎,或者是病痛折磨,或者是邪气内妖 都是关于父神的 临床8%的癌症病人都是失眠的 医老师在临床上治疗病人 第一是想办法令到他睡觉 无论什么病,如果是愈痣愈睡得好的话 不用说这个治疗方法是对的 好